那我们来吃一个可可果 先把它切一下 就吃这个白色的果实 然后这个白色里头的芯子 就是巧克力的原材料 很甜 就是不嚼这个巧克力的原材料 这个里面的籽的话 就会很甜 像那种杏仁心脾的花香 也像你夏天 在傍晚的荷糖边 闻到那种荷花荷叶的那种清香 可可果 用嘴巴吃过了 大家如果想吃这个巧克力的话 就可以连紫一起嚼 吃壳 这个壳还真的能吃 这是它的壳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嗯 很香很甜 很美味 谢谢 谢谢宝宝 不用个勺子 感觉嘴巴里开了一个牡丹花的大花园 超级香 超级 超级春天 超级美味 还有超级愉悦 就感觉可以穿上那种公主裙在里面旋转一万圈 转晕了我不管 是公主在转 不是我在转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好香 这个我连纸一起吃了 咱们吃一个天然巧克力 黑巧克力 可可果 巧克力的原材料 它的籽是这样的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可可果 现在袋子一起嚼呢是有一点苦 就像乌云压到山边马上要下雨的 现在带子一起嚼呢是有一点苦 亮了一个画面感 然后等 过五分钟就是轻盆大雨 瓢泊大盆 这个苦苦的性格呢 就像一个八十岁的老头 文言文叫老翁 然后它辛辛苦苦苦的一辈子 就是在夜晚的那种煤油灯下 油灯下 就是倍感心酸 嗯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 来观察一下 哦 这个渣子应该是它上面的一层皮 还好有裤子在裤子上蹭一下 嗯 可可果就吃到这里了 enfim 就像这种煤油灯下 玩羊 Pero该来一下就拉着了 这里的 primer饭法这里就是白癞 Hat起开着他的烤波 没有你看的话对这边就发生有一个狠zie